由于法国执政党在9号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支持率远低于极右翼政党 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晚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新的国民议会选举 五年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6号至9号举行 包括法国在内的大部分欧盟成员国与9号投票 法国选民将投票选出81名代表法国的欧洲议会议员 根据法国多家媒体9号晚公布的最新出口民调结果 其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获得31.7%的选票 在法国政党中得票第一 持政党复兴党获得14.9%的选票位居第二 马克龙当晚发表电视讲话说 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对于捍卫欧洲的政党来说不是一个好结果 根据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 他决定将国民议会的未来交给选民通过投票来决定 为此决定解散国民议会 并于6月30号和7月7号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的两轮投票 分析人士指出 在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 曾出现过五次总统解散国民议会的情况 以应对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危机或社会危机 总统希望通过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新的议会选举 根据法国埃拉贝民意调查公司9号晚进行的民意调查 52%的法国人支持总统解散国民议会的决定 5次总统解散国民议会